行政院长我们苏院长 还有我们卫福部陈部长 立法院总直询立委高度关注武汉肺炎防疫 针对连续两天境外一路多起确诊 因此台湾是否需要比较他国采取禁航措施 苏正昌说会议疫情需要做最审慎考量 台湾地区什么时候会进行入境 随着各国各地的情况 我们与专家会议来判断 所以疫情发展到哪里 我们的应对措施都会超前部署 部长你认为现在还不是禁止入境的时候 几乎了 几乎 所以随时我们就会公布 现在进来增加的例子都是国人去外旅游 要回来带进来的 外国人本身带进来的到目前的案例还不多 而境外一路多起案例几乎都是来自欧洲 立委也担忧 从228廉价至今 从欧洲返国已多达4万人次 是否需要全部溯源采样 所以我从欧洲回来的 我们已经加上健保的病例 有上呼吸道的症状的 那跟有肺炎症状的 那我们总共筛选出来513位 那513位里面有120几 100位左右已经被采检过 所以剩下400多例 410几例 那我们全部要把它召回来做采检 部长很多是无症状感染 无症状去传播 你无症状的 大家都不要一天当然讲这无症状 无症状你防无可防 我们要对可防的去防 那担心了太多的无症状的 那对我们整体的防疫是没有帮助 而且在我们的各种研究里面 在无症状里面相对的传染力 也相对的低 对于是否需要入境一律隔离14天 陈时中说 目前检疫强度足够 在执行上需要继续努力 陈时中也说 未来14天将是台湾防疫的关键 新唐人员是林家伟 刘兹寅台湾台报道